恩典365 365天我们还是说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祝福恩典和大能里面 透过圣经我们来认识这一位万福的源头 来到他的诗恩宝座前 如果我们不认得他 怎么到他面前来呢 来到他的诗恩宝座前 得恩惠蒙连续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经验神荣耀的祝福 接下来我想要跟你来分享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就是神六天的创造 耶和华上帝照着他的智慧把万物造出来 然后呢把人造出来 而且托付人有一个长远的 神对我们的计划 你知道那感觉好像什么 你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年轻人 进到一个公司之后 然后你突然发现原来老板很看重我耶 他对我有一个完整的训练计划 他要我将来承担一个很重要的职任 就是这样 神把天地万物造出来之后 独独对人有一个特别的计划 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尊荣 他让我们里面有他的荣美 因为只有像他 我们才能够和他一样成为一个管理和治理者 神托付我们 把宇宙万物让我们来成为一个管理和治理 但是我们怎么做得好呢 诚实地说我们连自己都管不好啊 但是谢谢主 我有一个很大的盼望 那就是这一位创造的主 对我有一套训练计划 你知道我们的一生是在一个上帝对我们的训练计划里面 求主恩待我们 你进到一个公司 突然这是一个跨国大企业 然后这个老板突然对你说 将来你是我的接班人 你才大学刚毕业 什么都不懂 一点社会经验面 你听他这样讲的时候 你心里大概也会发毛说什么 搞什么 我怎么可能 但是他告诉你说 你放心 我对你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我对你也有一个完整的训练计划 这是多荣耀的一件事 这一位宇宙的真神 他还不只是一个跨国大企业的总裁 他是创造这个宇宙的独一真神 他看重人 他对人有一个荣耀的托付 他对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因为那个托付 所以我们是照他的形象造 因为那个完整的托付 他一步一步带我们进到他的心意里面去 关键在 你不要自己乱搞 跟随他的角中心 人生未必一帆风顺 但是在跟随他的角中心的过程里面 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他透过你我生命当中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遇到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环节 在对我们进入一个 进行一个完整的训练计划 当然我们能够进到 他对我们的 那个训练的那个完整的流程里面 预备自己 有一天我们可以 好像他一样成为一个管理治理者 与他一同做王 什么叫与他一同做王 就是成为一个管理者 王是什么 是管理治理者 我们都像刚刚被造出来的亚当 什么都搞不清楚状况 但是我一定要知道一件事 虽然今天的寇绍恩 很多的不成才 很多的不成气 很多的软弱 很多搞不清楚状况 可是我一定要知道 上帝造我这个人是有计划的 他对我一个荣耀的期待 我也要看重我自己 我跟他一起配合 我要进到他对我的训练计划里面 以至于有一天 我知道我可以跟他一同 坐在神荣耀的那个管理和治理者的角度 然而 在六天的创造结束之后 神要做一件事就是安息 他不是全能的神吗 他需要休息 圣经上不是讲他不打顿不睡觉吗 那么为什么六天之后第七天被称为安息日 他必须停下来 因为六天他把整个宇宙造出来了 太累了 他也需要休息一下吗 不 他明明圣经上说他不打顿不睡觉不休息 他不需要 他是全能的神 但是为什么他安排安息日呢 是给你我做榜样 他不需要休息 可是他给我们做出一个规模 人的生活是需要有六天的工作 有一天需要休息 你说不 我身强体壮 如果你不照着他的次序 我们还是说 神是有次序的 你照着他的次序做 该工作的时候工作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如果你照着他的次序 你的人生就会进到他所创造的那个美好的设计里面 如果你不 我趁着年轻我就是每天熬夜每天熬夜每天熬夜 最后结果是什么 你破坏了他的设计 最后承担结果的都是自己 因为你把身体搞砸了 他不需要休息 但是他让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休息 我们需要学会他 不管你现在的情况如何 找回生活的次序 你就会恢复健康 你就会恢复喜乐 你会得到平安 上帝祝福你 记得有工作有休息 这是神所设计的次序 那你今天恩典365 上帝有话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